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我们要始终坚持大团结 大联合 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才能胜利 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需要和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奋斗 讲团结 重团结 是人民政协的优良传统和政治责任 要广泛联系和动员各界群众 要更好联系服务各党派团体和各界各族人士 形成同心共援中国梦的强大合理 在大事大非上立场坚定 旗帜鲜明 在原则问题上善意发生 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 关键时候起作用 坚定理想信念 坚守初心使命 把事业放在心上 把责任扛在肩上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为国履职 为民尽责 要全面增强履职本领 善于学习 勇于创新 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 调查研究能力 联系群众能力 合作共识能力